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对越反击战最重要一战 此次战役我军也是召集了精锐 要知道 成场战争我军调动了48个炮兵团 而在亮山我军就动用了9个 局部火力对比达到了10比1 可以说是碾压式的 越南军方也就意识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的不足 为了保住亮山 越南军方也是动用了自己的精锐力量王牌第三 十 企图结合一些地形的优势来对自己增加一些作战能力 但战场的作战结果是与愿违 1979年3月1日9时30分 国军19个炮兵营对亮山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火力集袭 砸进去近一万发炮弹 几乎是将亮山移为平地 整个亮山找不到一间完整的屋子 这么强的火力覆盖 不仅将防守了越军炸得伤亡惨重 越军的心理防线也是炸崩溃了 防守了越军通讯员 甚至明码向后方报告 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炮弹 炮火起袭后 55军随即攻城 一天就拿下了亮山尾部 战争打到这 我军心想惩戒目的你打酒班师的 但越南嘴鸣 还叫嚣亮山坚不可摧 于是 又来了一遍 八小时拿下整个亮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